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善事要把它记录下来 但是没有想到真的回想非常的大 大家都非常的热烈的讨论 讨论什么呢 就是当时我们在下笔在讲这个善的时候 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这个是善吗 还是过了头的善 会有点模糊 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些讨论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就会讲说 那善本跟日行一善用哪里不一样 讲师你为什么会用善本呢 是不是也请讲师来为我们讲一下 日行一善是一个行善的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善本所强调的呢 不一定只有一善对不对 那今天如果跟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 那自己开开心心活一天 这也挺好的嘛 对不对 不一定一定要赶快跑出去累积一个善 讲师你是说开心的过一天 没有真的对人家做什么有益的事情 但是我是开心的 我也可以记录一笔吗 对 只要对我们身心性命是有张扬 那么这都是好事 不过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善本 我希望各位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你跟人之间的互动上 那么这样对社会才会有益 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听到好多的同学都在分享 他一直以为他是不错的人 他开始记的时候他才发现 哎呀 他根本就是一个群居终日言不及意的混蛋 一天写不出一个善来 这是什么是善对人好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字叫善本 这个前面讲过各位知道本是一个小册子小本子 对不对 但是这个本也有一个根本的意思啦 根本 善的根本 所以我们要做善呢 要做在善的根本上 那这个常常听我课程的人都知道啦 就是再好的事过于不及都会产生弊端啊 那你要恰恰做在那个可以让人更好 让社会更好 让家人让亲戚朋友更好 是在哪里更好 在他的身心性命上更好 那才会有意义啦 是 不是只有让他更开心 那喜欢吸毒的人 你买一个毒给他吸 他不是很开心吗 但是这个让他不好 对不对 是 蒋世宁也一直在强调就是 对人的身心性命有帮助 对自己的身心性命有帮助 那我们也知道佛经里面啊 常常会劝人要修三善 这个佛经里面讲的三善指的是身口意 这个三个方面 那我们也知道王善仁他会提倡日行三善 他指的就是眼善 羽善 行善 这个我们有好理解 只能眼睛看人的好的啦 说对人好的话啦 做对人好的事 但蒋世宁一直要强调的就是 要对别人的身心性命要做有益的事情 那这个是不是请蒋世再更进一步来我们解释一下 对 如果你从佛家什么身口意啊 这样来分的话 其实还有所谓食善 对不对 那这样就把这个事情有容复杂了 因为这些事情我不劝各位去研究这么细微知界的东西 主要是你真的是把握根本去行善 只要这个心念就可以 那么你自自然然就会进入到很细微很甚深的智慧里面去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记得这个还曾经有一个西洋的一个心理学者嘛 他常常给很多患心理疾病的患者开药方 他开什么药方呢 有的人是很孤僻啊 有的人怠慢仇恨啊 有的人从小就是受到虐待啊 怎样怎样啊 不是很多心理疾病嘛 然后为什么要去看医生 就是因为他痛苦不堪嘛 对不对 医生开给他的药方是什么呢 就是日行一善 他也不跟他讲太多大道理啦 你为什么这么冷漠 为什么这么多仇恨 就是因为你不曾怀过一个柔软的心嘛 你去行善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就不用说太多 所以你不要去分身口意啊 然后身口意又再分 就变十善了嘛 然后还要分眼睛怎么善 眼睛就会看颜色而已还怎么善 善恶都是心的问题 跟眼睛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我们讲说善要秉持着根本 就是一种为人好的善意 为人好 怎么叫做为人好嘛 让他钱更多叫不叫为人好嘛 这是个大的问题啊 如果让他钱更多 对他的那个身心心命有帮助就可以 但对他身心心命没帮助就不是好 他跟我借钱 我为了让他开心我就借了 到底这样算不算行善 不算不算 你说他又没拿去干坏事 他拿去投资 这个投资 要自己有忍耐自己投资嘛 对不对 是 好 这个 你不要把你的风险加速在别人身上嘛 是 对不对 是 所以你自己有钱 你自己投资 他要投资 我们如果看中了说他是一个可以投资的行业 我要当一个股东我跟他一起投资 这也是很很不错 对不对 但我借他钱去投资到底算不算行善嘛 不是 而且说不定同一个大楼子啊 不一定哦 对不对 是 是 那 就算说 好吧我们举个例子 譬如说现在马云又想到一个点子 他点子真的很多 对不对 然后他又要想到一个点子 要创造一个大事业 然后大家我们给他投资 然后他真的大事业 又很成功了对不对 对 然后他又卖了很多产品 然后他一个活动 一天又卖多少个亿多少个亿 好啦 这算不算行善 哎 你搞清楚哦 他一个人成功一降功成万古枯哦 到底算不算行善 这个不能这么论 行善怎么论 身心性命 身心性命 都能够得到长养 是 比如说一个人的心灵更安宁 一个人的心灵更宽阔更坚强 更能面对困难 是 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对他的心是有长养吗 是 对不对 是 一个人的身体更浓光焕花 更有精气神 更神采奕奕 对不对 哎去哪玩说走走走走 啊跟小孩子一样 恨不得马上就走 你表示他怎么样 里面也充满君弃神 对他的身 你认为你在做善事 结果让他的身体越来越雕尾 你是打着善事的名 而行恶事之识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虚伪的人了嘛 对啊 蒋师你怎么一说 已经有抓到那个根本处了 就是善本呢 除了身内本本子要做记录之外 对对对 我们要做善的根本 根本的事嘛 根本就是对他人的身心性命 要有帮助 对对 什么是性 性就是自然的 是 比如说我们去学一个拳 然后老师教你 我们去学钱 走走走走 学拳很好 有益身体健康 对不对 很好啊 结果呢 我们就带一堆人去学 结果那一堆老师 告诉你啊 气怎么带 从头带到心 心带到丹田丹田 带到脚 带到手 带到哪里 一整天在那边土纳搬运啊 搞着一身病啊 是 结果我们本来是想说 带人去运动肯定是好事 但是呢 你逆着这个自然 就不叫做顺性嘛 就不叫做帅性 什么是性 与生俱来 智智然然的 怎样叫与生俱来 智智然然的 比如说 你早一点睡早一点起 肯定身体好啦 对 这个自然的 这是自然的嘛 自然的在哪里 在身体里面有一个自然的机制 你只要顺乎大自然 是 你不要吃太多盐 你不要吃太多调味料 你不要吃太多的糖 你早睡早起 你肯定身体好啦 还有一个站桩也是吧 对不对 我们推广站桩也是 善 对 这个站桩是让身体更好 对 然后如果你懂得跟里面的气血和平共主 那就是帅性咯 嗯 对不对 是 然后精气神养的更足就是命 是 精气神就是命 是 所以让你的身心性命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长养 就是行善的根本 嗯 好 好 譬如说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根本啊 我们就不会胡作非为去行善 好 行善是胡作非为 哈哈哈 怎么搞的 本来行善是很好 怎么变成胡作非为呢 对不对 对啊 我怎么变胡作非为 我就是要去做善事啊 原来我做的善它其实是 哎 这是乱七八糟的善 乱七八糟的善 这个可以举例说明啊 比如说因为我们其实同学 一个礼拜里面已经有开始在做记录了嘛 比如说我想替这位学员来请教讲师 他做的这件事情算不算善好不好 就是呃 这位朋友呢 他从台北出差到台南去 他去赶一个工作 到了那个台南火车站 一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了一个流浪汉 而且他这手脚都呃 就是溃烂了 然后包扎的就是感觉 他很痛很辛苦 他推个轮椅想要过马路 过不去 因为他手都溃烂了嘛 那这位学员呢 就很好心的说 诶我推你过马路吧 他就把他推了过了马路 这位学员就觉得 诶我要行善 那我就问问他 你现在过了马路 你要去哪里呢 然后这个流浪汉就说 我要去药房买药 那学员就想说 你这样子要上楼梯很不方便 不然你买什么药 我去帮你买吧 他就冲进去药房 就帮他买 买了给他 然后他就想想 买了给他 还能帮什么呢 我要行善嘛 他就问了流浪汉说 你再来要去哪里呢 流浪汉就说 我要再回去火车站 我要搭火车 那这位学员就想说 嗯好吧 都已经坐到这里 我再帮你推回火车站吧 推到火车站之后 你想说没事了 这时候流浪汉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 再去帮我买个便当呢 好这学员想 我都已经跟你行善 坐到这边来了 好吧不拆个便当 虽然我要赶到 我的目的地去 他就赶快再冲到便利商店 再去帮他买个便当 来给他 可是他心里面 十分的火急啊 因为他要赶到 他的客户那边 客户在等着他 他已经要迟到了 但是他觉得 他自己做了 好几个阶段的善 讲师 这是不是善呢 这种就是一种弯弯区区的心思啦 各位你记不记得啊 这个 在论语里面有一个人 称赞孔子的学生说他很正直 是 说为生告 他是个很正直的人 孔子就说他哪能够算正直啊 他说蛤 怎么不正直呢 我觉得他是个正直的人啊 孔子不是就举例子给他听吗 他就说有一天啊隔壁邻居家里没有醋 然后呢去跟他借醋 然后呢这个维生告呢就想说 那我家里没醋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帮他呢 换成维生告到隔壁家又去借醋 为了行善把心都弄外屈了 你家里有醋就有醋 没醋就没醋 是 没醋就说没有对不起 是 哦 我呢家里刚好没有醋 或者是说 我穷 我根本用不起醋 哈哈哈 对不对 我就说我穷 所以我没醋 对不对 对 那你可以你要借醋 你自己去借 那何必我代替你去借呢 不是这样吗 这个心思啊 就是因为不坦白就变成扭曲了 而且好像是贪功耗名啊 嗯 有这个心思夹在里面了 好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要过马路 我们推他过去 我们就可以跟他微笑说 拜拜 对不对 你赶快去办你的事 是 如果是要像刚刚您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小姐说 哦这样也要帮忙 那样也帮忙 帮忙这个还要在想他下面要干嘛 那你干脆嫁他嘛 没那么严重 哈哈哈 你照顾他一辈子嘛 是说我们尺度怎么会没有拿捏好 因为你想要巧取豪夺那个善功 哦 千万别谈功 我只要你去做善 善就是此刻 让他更好 是 但是 你该做的事不去做 你让别人更糟 这相权衡之下 你并没有为善 蒋师 你可以不要跟我们说明一下 什么叫善功 就是说他现在他公司里面工程很赶 他要送一个报价单 各位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吧 对 结果呢他为了要行善呢 把他推过路 然后这个也就是顺路了嘛 顺路行善当然这是应该的 如果看到他跌倒 即使不顺路 我们也要跑过去把他扶起来 对不对 可是赶时间这个重大的事还是重大啊 因为怎么样 这么重大的事 你不去弄公司300个人肚皮 就可以挨饿了嘛 那这个人跌倒你不去扶旁边有人扶 你只要确定这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做善事 我们大小先后也要分得清楚 对啊就是所有的事都分大小先后 然后再来就是说 当然大小先后还是有个根本嘛 就是为人的身心性命 能够更好为根本嘛 善如果不能够维持在这个根本上 那多数叫做恶 比如说善这个字怎么写 梅口 我说好啦 我们称赞人叫做梅口 叫做善 结果呢你称赞他 让他更张狂 忘了我是谁 你到底有没有行善嘛 没有没有 就没有行善 乱七八糟的善 对他身心性命没有帮助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要先有一点点的分别 要先分别这个善恶 所以佛经里面就有所谓的这个无名善人 无名什么意思啊 就是昏昏庸庸毫无智慧 无名善人就是那种 认为很善 做起来的事情都是善 对不对啊 但是很无名啊 很令人气恼啊 好 这种人很多耶 很多啊 讲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手上一本善本 我们自己在写的时候 好像会变成无名善人 对 什么叫无名善人 佛经里就有无名善人 各位 论语里面叫做相怨 相怨得之贼耶 这个孔子最讨厌的就是这个相怨 敬我们不入我世啊 我不汗淹 我一点都不遗憾的 其为相怨夫啊 就是这个相怨 善人齁 一副那个善模善样齁 要挑他麻病又挑不出来 他专做的事情 对人的身心性命无益啊 就叫做无名善人啊 还有佛经里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善人无善本 各位我们今天不是讲善本吗 他是个善人却失去善本 各位善本是什么 就是身心性命更好 善的根本 善人竟然无善本啊 就是各位讲这个佛经的话 各位头脑要绕半天才想得出 他是什么 简单的说 孔子说 有直有量有多文是善亦有 对不对 有偏僻有偏命 有善柔是损友 善柔耶 又温和又柔和又善良 那竟然是损友 对不对 这就是叫做善人无善本 这个叫做无名善人 儒家叫相怨 千万不要变成相怨 相怨 比如说 讲师说吃素很好啊 走走走 我们大家都去吃素 然后这边夹一块 那边夹一块 又夹鱼也夹肉 夹了一大碗 对不对 全部都是塑料 然后都是色素所做的 调味料调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它是素 这哪叫做素 素就是干净 素是养生 素是健康 你吃的是没有肉 但是伤生 对不对 又不是素了 这哪叫做素 对不对 吃了晚上睡不着 一股气血逆流 对不对 这就是到底 我今天很高兴 我劝人行善 去吃素 我记上一笔 结果呢 唯二 唯二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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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大陆 然后学员 看我很难得去 他就 带我去一个很著名的寺庙 因为大陆很难找到蔬食餐馆 但是寺庙旁边有一家 很热情就找我去 结果怎么样 第一盘出来 假的虾子 做的真相 烤的红红的 第二盘出来 假的猪肉 还有三层肉 站出来就是一条假鱼 假鸡 这个 那一餐我吃完的时候 头发冒冷汗 真的会希望说一盘青菜在你面前就好 你不能不吃嘛 因为同学很热情嘛 对不对 那时候如果你筷子都不动 你只夹几盘青菜 他觉得这个 你看不起我 还是我们也担心他心里难过嘛 好那讲是用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当然这是学员的好意 对不对 可是他这些假鱼 假的虾 假的肉 他是对身 他身心性命 他对身体是没有好处 并并没有好处 所以他不是善的了 对 当然也不能说我也饿 但是他的心意是好 无名善人 对无名善人 比如说我们同学都知道啊 黄丁禅的学员最常做的善事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邀请一个人参加我们的黄丁禅课程 他今天就写一笔扇 对不对 他礼拜天请朋友来参加行禅 朋友的小孩子 请他来参加小树苗课程 对不对 然后平常我们会教人家怎么练习 宽娘苗 战装 都可以写扇啊 对不对 但他为了要劝他的家人 一定要来参加黄丁展课程 这是多好多好 他说他不来 然后就跟他吵架 有没有 对 翻脸 我就是为你好 你非得来参加不可 明明很好的事给你搞成这样 唉 这种善人很头痛啊 这就是无名善人嘛 尘事不足 败事有余啊 对不对 是 要做善嘛 就要有善本 要有根本 是 什么是根本 生更好 心更好 性更好 命更好 好我们就说 做对事情了 真是善 写上一笔 所以不能蛮干啦 对 譬如说 今天请朋友来吃饭 对不对 这就要很热忱 吃饱了呢 再劝食 是 古人也有这个理啊 要劝食啊 多吃多吃 再多吃点多吃点 啊再夹一点再夹一点 欸你看啊 其实已经吃得很饱 但是为了表示我的好客 再夹再夹 一直夹 啊夹到他实在是吃得很撑了 对不对 这个消化不良 回去还要等好久消化完了才舒服一点 那这种热忱哦 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善了啦 又无名善人了嘛 对 又是无名善人一个嘛 对不对 吃到很赏心悦目很愉悦 欸我提倡说吃饭吃七分饱 是 那么今天请客 来我们可以来吃到这个九分饱 好 那这也是已经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嘛 是 对不对 是 那如果说我们再多到十分饱去啊 这个就是已经有一点太超过了 好 那讲师如果有一个例子 也是我们朋友发生的就是 你知道我们到那个银行 要去办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要排队 要等很久很久 然后我们就会抽那个号码牌嘛 那抽了号码牌 其实也等了一二十分钟了 已经快轮到我了 可是我突然又接到电话 我没有办法再继续等下去了 那我只好要出去 我出去的时候 我就顺势的把我那张号码牌 已经快轮到我了喔 我就把那个号码牌给那个刚刚推进门 他准备要抽的那个不认识的那个路人 那我就把我的号码牌给他 说欸等下就轮到你了 我就走了 很开心欸 我要记录我有行个善 讲师这个是有善吗 还是无名善 这个他想要记个善的原因是因为 他如果不走的话 那么后面那一排的人 该什么时候轮到他 就什么时候轮到他 对不对 对 然后我现在要走呢 他们会往前 对不对 那么既然是对他们没有损失 我就递补一个人进来 对后面的人都没有损失 所以我应该不算为恶 对不对 然后对那个进来的人 他又快一点可以得到柜台那边 对他是应该是一个善吧 对 但是他从没想到一点呢 后面的人 假设有三十个人 是 你一个人走三十个人 往前进一步 这个善起不是更好吗 啊 哈哈哈哈 你方便一个人 还是要方便三十个人 我问你啊 方便三十个人 好这是第一个 还有第二个 他又做了一个不好的教育 他开取了一个人贪小便宜的心 嗯 还有他惹出了一堆人内心的成怨 哦 就你走就走了嘛 你一走我们 那一刹那好开心 结果你三十个人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饿了 无名善忍 好 那为什么我说他开取了人 这个贪小便宜的心呢 我举一个例子 孔子的学生有一个叫密子健 这个密子健呢 当这个县宅 他当县宅的时候呢 就有一天 这个城墙外有敌扣要来啊 那么赶快把城墙关起来啊 对不对 要保护城里面的人啊 但是问题是 我们已经秋天到了 谷子正成熟啊 我们种的稻谷都在城外啊 那这可好了 敌人来了 肯定先收割我们的稻谷 充当他的军粮 有了军粮之后再打我们 对不对 那不是让他们占了便宜吗 可是 如果这个时候叫地主赶快收割 明明来不及 为什么来不及 因为地主就那几个人嘛 地主要收割这么大的田地 一下哪割得完嘛 所以很多人就说 密子剑赶快赶快 我们开城门 开放大家都可以收割 好 几个小时不就割回来了嘛 割回来我们这个粮草 就不用给敌军割去了嘛 那自己的人又开心 对不对 是 好密子剑想 他说不行 那个建议的人再次请求不行 第三次请求不行 这个不行就是不行 结果呢 敌军来了 城门一关 真的粮草都被割走了 结果呢 就举报到这个济世 因为他济世的家臣嘛 济世就要找密子家 骂他 那你为什么 粮草给敌军割走啊 你是不是通敌啊 对不对 是 他说这个报告长官 这是国之教育啊 百年大计啊 不可因为一时不查啊 开启了全城贪小便宜的心啊 他说这何以言之 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个道理呢 他说这原因很简单嘛 地主去耕种 一个人收割不了 看着别人帮他割心里痛不痛 相当痛吧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别人种的我呢 竟然这个县官说 可以我去收割 那当然很高兴啊 全家大小警察而出 各个啊 全部都是开取了 一种不劳而获 贪小便宜的心嘛 对 对不对 去割了之后 竟然把稻谷拿回家 又不是拿给地主嘛 一个事情 就把全城培养成不公不义 不公不义的话 这个长官啊你想清楚 以后如果你有事情啊 这些人会不会为了你 还是为了利 你想清楚啊 这个祭司听得汗颜啊 这个脸红啊 哎呀对呀 要没有你这番话 要没有你这么英明啊 神明大义 我真是给他们这些 贪小便宜的人给害了 是 你去柜台你走就走嘛 是 他后面来该排队 就该排队排在后面 你怎么去开取了一个贪小便宜的心呢 善人无善本啊 真是个无名善人啊 无名善人 对 这叫相怨得之贼也 这就是相怨了 这就是相怨 这是哪门的行善啊 那讲师如果是做在第29个 她是一个白髮苍苍的老太太 她就是可能身体也不太方便 她是排在第29个 我如果把这个号码排给她呢 可以 各位对不起啊 这个老太太的年纪稍微大一点 我的位置让给她 不妨碍各位的权益 来老太太您请 这样讲就可以了 哦 你要讲我不妨碍你们的权益 是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是可以了 这样就是让 这样算行个善就是可以 但是你要看 这老太太虽然是老 她明明神采奕奕的 你又何必去开取了一个 她贪小便宜的心呢 对啊 也许老太太跟妹妹相一样 各位你要知道 我们说我们坐公车来讲 我们说看到老若我们要让 是 结果呢 你看到这个老人 她宏光满面 你让她是糟蹋她 你知道吗 嗯 对不对 哦 你看到了一个小姐 稍微有点风雨的身材 你要让她 真的你得好好想一想啊 有时候说你把她误以为 她是怀孕 你要让她 她说不要 哦 你就可以停止了 是 不要硬要让她做 她回去会难过 然后你就 不不不就是给你做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要日行一战 你心里是怎么讲的 哈哈哈 你硬把她拉下去 她羞红了脸 她觉得她受羞辱耶 啊 这就是 无名善人啊 对 善人无善本啊 是啊 我们今天讲善本 所做的事情一定要落实在根本上 你把她拉下来做在博爱座上 结果呢 伤了她的心啊 我们就讲说善本是什么 身心性命 性命 可以得到掌养 是 对 所以啊 蒋师 谢谢你今天还是用了几个例子 来为我们 理清楚哦 什么是善的根本 为什么我们做了无名善人 我想今天大家 听众朋友应该有一些概念了 我们也希望下一次可以再请讲 是在跟我们更深入的讲一下善的根本 嗯 下一次的话我看这样 我们来举一些日常生活 小善 来做一些例子 是 让大家知道说 我原来简单就可以行善 对对对对 太好了 那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空中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